在华人圈中 美国一直是一个被受关注的移民地目的地 美国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实力 还提供了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和生活机会 但是美国那么大 城市那么多 到底哪些城市才是我们华人的梦中秦城呢 别急 森丽我今天和你分享这份超实用的指南 带你了解全美最适合我们华人移民生活的城市 哈喽大家好 我是迪敌人世界陈森丽 欢迎收看我们迪敌人世界第172期节目 今天给大家揭晓全美六座 最适合咱们华人生活居住的城市 有的教育资源顶呱呱 有的就业机会多得爆 有的普遍都是华人聚居地 色分氛围的超级和谐 那你一落地就能感觉到家的温暖 你可能会问是不是华人最多城市 就是瑞士和我们华人居住呢 别急 并不一定 接下来我就带你一一了解 这里我要强调说明的是 这是全美华人民意调查出来的结果 并不是我个人见解 同时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您的观点和看法 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今天分享 带您了解最适合华人移民定居的 六大美国城市 看看他们究竟有如何魅力 能够让无数的华人朋友 驱逐落伍在这里安家落户 随便在这里再温馨提示大家一下 千万别忘了点赞 关注 加上收藏 以免你将来需要了解的时候 找不着我了 宽人最移居城市排名第六位的是San Diego San Diego以加利福尼亚海滨自成而闻名世界 风光一丽的美丽风景 世纪如春的一人气候 让San Diego成为美国最移居的城市之一 在这里开此一天路途的风景 风格迥异 有浪漫的海滩 有充裕的森林和无尽的沙漠 这里还汇集了60多高幅旧场 不同类型的国家公园 和Cleveland国家森林公园 白天尽情享受阳光沙滩 各种海上运动乐趣颇多 夜晚吹着加州海风 以烈的灯光下来一杯当地的存镇啤酒 San Diego作为生物制药 与无线通讯等高科技产业的重镇 是全美科技产业发展 最具活力和特色的地区之一 前几年美国参议院通过的 排阀法案盗窃案 使华裔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人 在这里投资工作成为他们生活的风水宝地 和安家首选 San Diego的华人多聚集在 以康姆维杰为中心 向周围辐射的室内隔去 康姆维杰上的中国餐馆超级市场 和中药医药等中置商店非常多 您现在正在观看 地产世界油管频道 我每周都会与您分享 最新的房市动态 时事热点以及投资资讯 房市在不断的变化 订阅我的频道 跟着我紧跟市场趋势 你才会有别人没有我的优势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动动您的手指 点个赞 这样您就可以将此视频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了 Sharing is caring 华人最宜居城市排名第五位的是纽约 它也是世界的经济中心 纽约是美国第一大城市 位于东海岸的东北部 也是多个族裔聚集的多元化城市 永远来自97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 在此使用的语言达到800多种 纽约也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之首 被人誉为世界之都 如果想在金融界大涨全校 那么纽约就会是您的首选 纽约四季分明 雨水充沛 气候宜忍 夏季平均温度为23摄氏度 冬季平均温度为1摄氏度 纽约是美国华人最多的城市 走在纽约的唐人街 法拉社 你到处都会看到中国式的菜场 小摊饭 按摩 足疗店 聚集在纽约的街道上 你都可以看到多都是汉子招牌 可能你会如果以为你自己 到了中国的哪个城市了 接下来我们聊聊 华人最宜居的城市第四名 旧金山 这也是华人居住密度最高的城市 中国城市不仅拥有悠久的华人历史 还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和民宿习惯 形成为多个大型的唐人街与中国城 根据2020年的数据统计 旧金山湾区的地区的华人总在人口 是27%了 是美国唐人街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而丰富的华人超市 餐饮 文化中心等 居住在此地的华人们感受到 强烈的文化认可 而高科技产业的聚集 也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就业机会 旧金山的教育更是思索与移民人士的青睐 旧金山湾区是世界最顶尖的科教文化中心之一 想把儿女们培养成像古艾连的父母 就驱逐若鹜的来到旧金山 不仅在油管频道 我在其他自媒体平台上 也分享地产和投资资讯哦 仔细少屏幕少的二维码 您就可以找找我了 关注我 帮您买房 卖房 不踩坑 安心 又放心 像毕露说 史坦福大学 加州伯克里分校等 美国知名大学都位于旧金山 得了很多移民人士在移民美国后 选择旧金山 旧金山独特的文化气息和教育氛围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 无论在美国旧金山学习工作的人 都相聚获得Nobel 图灵等世界著名奖项 为此旧金山也成了众多移民家庭和留学生的 居住城市之一了 华人最移居城市排名第三的是 我们城县尔湾 以色最富有年轻火力的城市 虽然尔湾建设了大约只有30年 但却是很多人希望来定居的定居地了 这个位于加州南部城县的城市 拥有近20万人口 将近40%的居民为亚裔 又由于是新兴的城市 投资和就业的前景都十分广阔 尔湾在国际上享有身影 并认为美国全美最为成功的 统一设计规划城市Master Community 尔湾近海气候一人 全年阳光明媚 气温适中 东京不太冷 夏天不太乐 拥有50澳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 野生动植物园和小镜 都是综合的自然生态空间 尔湾城市方便 就业机会多 气候好 靠海又有上马来的暖气 非常宜人 温度比内陆的城市低好几度 还有十广岛 Fashion Island 南海岸购物中心 South Coast Plaza和 Ervan Spectrum 尔湾光部中心 都是家族尔湾著名的购物商城 从尔湾开车 几分钟试 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 非常的方便 中午也可以去海边 买买海鲜 去逛逛 从尔湾市 沿着55毫高速公路 开到尽头 就可以到达渔市 码头边的小平房 和停车车位 就是海边商业区 近20年以来 尔湾一直在美国 是属于最安全的城市排名中 名列前茅 曾多次获得中大城市 安全排名的第一位 尔湾还具备顶尖的教育资源 几乎所有的小学 中学和高中 都是家族蓝世代学校 连续多年被评为 美国最佳的教育系统之一 尔湾的居民 主要是中上阶层家庭 也包括一些高精子家庭 生活水平较高 吸引了大量的高数值人产 移民到此居居 不管是从城市规划 管理发展 就业机会 环境 气候教育等多方面来说 尔湾这个星期城市 绝对只能领关注 华人最宜局城市 12 西雅图 西雅图 全美最佳局地 可能大家都是从北京 运上西雅图这部电视剧 对西雅图这个城市 产生了初步的了解和影响 并且让很多中国人 对西雅图这座城市 更加向往 也正如大家所想 西雅图是美国公认的 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之一 根据美国财经网站 WalletHub 从职业机会和就业等增长 各个方面 将全美人口最多的 150个城市进行排名 而西雅图就名列第一了 成为2015年 全美最佳工作城市 而随着Google和Amazon 两大IT巨头 在西雅图的扩展 与硅谷人才不断的外流支持 当前的西雅图 不仅就业机会多 而且工资水平高 其方的潜力更值得期待 并且西雅图的亚裔人口 总数占城市总人数的14% 也是美国亚裔人口 比较多的城市 在这些亚裔人中 中国人大约有了20万人口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影视上随都不服 抬头举目无亲 毕竟当地的华人数量 可真的不少 而西雅图的教育资源和水平 比较高了很多 所以西雅图的犯罪率比较低 公民数字比较高 根据2015年 US News普通高中的排名结构中 华盛顿州 一共有8所大学区的冠军 56所大学区的金牌 105所大学区的奖牌 其中8所冠军 普通高中中有6所属于 大西雅图的地域 排名第一的International School 更是美国排名前十的 初级中学和普通高中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中国人对西雅图 真的是非常的一往情深 欢迎您登陆我们的官网 citychainrealty.com搜索房源 我们的房源数据 每15分钟从MOS直接刷新 为您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房源信息 我们的网站 结成为您提供多元化服务 您不仅可以免费获得 房产估值报告 贷款按揭计算器 最新房市数据报告 最新实地看盘看房 还有许多其他的功能和信息 一切尽在您的指尖 第一座华人居住的城市 就是我们洛杉矶 阳光之城 华人之都 位于美国加州西南部的洛杉矶 洛杉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 也是美区最大的城市 美国重要的经济中心 被誉为天使之城 City of Andrew 阳光之城 California 洛杉矶 常年阳光美媚 气候温和 干燥少雨 适宜居居住 不仅是全球有名的一居城市 也是全球富豪明星集聚的城市 拥有全球最富贵的 最贵的住宅区的称号的 比伏利三庄和新港 就位于洛杉矶的市区和卫星城市 很多好来位的巨星 NBA球星和国际富豪都在此安家落户 洛杉矶华人的居住历史较仓 早在19世纪中期在淘金热的信息下 大批华人就已经来到美国 他们在当地开设习近房租餐厅 杂货点等彼此为生 在大约30年的时间 就有30万的华人移住美国 大多数的华人定居在美国西海岸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西海岸的 华人比较集中的原因 而洛杉矶又是西岸最重要的沿海城市 其后一任 很多老移民都在此定居下来 反映的华裔子孙后代也扎根在这座城市 因此洛杉矶的华人社群 也十分的集中 华人文化气息相对浓厚 很多出道美国的移民人士 不用太担心随途不符的问题 洛杉矶最后城市不仅经济发达 娱乐业也非常丰富 好莱坞环球影城 还有全球首个迪士尼乐园 和全美最大的城市公园 Gloffrance也独在位于洛杉矶 不仅如此 洛杉矶的教育资源也非常丰富 UC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还有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 加州理工大学 南加州大学等国际名校 都坐了在洛杉矶 对于小美国的华人朋友来说 不管是上学工作 还是定居生活 洛杉矶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总结来说 六大适合我们华人移民定居的城市中 就有三个在我们加州 加州不愧是我们华人移民的天堂 在六种华人移居城市中 有天使之城 华人历史浓厚的全美第二大城市 Los Angeles 处于上升发展态势 而一些避兴移机构 成为最具性价比的华人移民城市 西雅图 今年来崛起的新秀 拥有良好城市规划 发展机遇和丰富就业需求的 而弯 当然优秀的教育之业 也是而弯的优点之一 华人聚集密度最大 并且拥有Stanford 还有加州Berkeley等名校的旧金山 还有值得你在金融界 大胆身手的世界经济中心 纽约 还有拥有优美环境 和良好前景的San Diego 对于这里六个最适合 华人移民和生活的城市 住在屏幕前的你 更prefer哪个呢 这里我认为 大家肯定要选择是最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毕竟每个人掌握的技能和资本不一样 如果你学了一生的金融本领 要有大展深所的话 那肯定建议你去纽约了 如果你想找一个适合生活家庭 还有小孩需要读书的话 并且自己还能够有不错发展前进的城市 那么R1一定是你不错的选择 当然了 每个城市都是包容万象的 一期节目肯定讲不完 如果大家需要深入了解美国城市 欢迎在评论留言留言给我留言 支持就是力量 信息就是财户 我也是第三世界城市里 帮你买房卖房移民 必堪不采泪 安心有放心 来玩玩 找我